奥巴马拟拨款55亿来助青年暑期的就业 白宫2月24日宣布了一项新暑期机会项目 希望可以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暑期工作 同时也协助他们找到第一份的全职工作 白宫的夏季机会项目是由多个联邦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合作 为社区提供的一项支持计划 旨在增加青年在夏季就业的机会比例 并在更广范围确保他们找到第一份的全职工作 来自Virginia州的一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Daniel表示 在去年暑假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跟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暑期工 这份暑期工对他来说确实为今后找一个固定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但是去年只有一成左右的同期同学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白宫计划说在去年夏天申请的暑期工的年轻人当中有近46%的他们是没有找到工作的 这种机会鸿沟可能导致年轻人他们对于在将来就业上大学和职场当中有一个更安全健康和专心求学的心理和环境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目前已经有了200多个社区和跨部门机构 以及还有非政府机构愿意携手一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 其中包括私有企业联邦机构市府机构和慈善组织等 2017年的总财政预算当中提供了总额为55亿美元的专项拨款 来帮助年轻人寻找他们第一份的工作 来帮助年轻人寻找他们的工作 来帮助年轻人寻找他们的工作 列 actor能力都是有公寓的假期 在常語或證ago'd they're in你的孩子